火星上突然出现蟑螂人 而男人竟有好的打手势 可蟑螂人根本不理会 下一秒快速缓慢地冲上前 转眼间就将女人的脖子捏住 这时女人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一旁的男友连忙冲上前接住她 紧接着竟开始指责 面前的蟑螂人没有人性 可诡异的是 蟑螂人根本听不懂本地话 转身就要离开这里 见到对方离开 男人却立即制止住蟑螂人 然而蟑螂人竟直接闪现逃走 于是男人立即召集队友 不曾想一只蟑螂人找上门来 只见他要破窗而入 敲了足足七七四十二下 紧接着下一秒竟直接冲了电来 见到对方如此嚣张 男人将神秘药剂注入体内 伴随着基因不断重组 男人的额头竟出现触角 眼睛也发生了变移 下一秒竟瞬间变成子弹影 直接将入侵的蟑螂人送去西北 可这时已表出现警报 正有无数的蟑螂大军出现 并朝着飞船外快速爬动 很快来到刚破开的玻璃处 于是男人立即将神秘药剂注入到体内 只见他的手臂和脑袋都发生变移 下一秒进化身成八神的后代 就在蟑螂人跳下来时 男人一手一个小卡巴 见到手下被杀 首领立即跳了下来 但男人眼神之中 却根本没有害怕的意思 随后直接选择开溜 然而越来越多的蟑螂人爬入基地 于是又一名同伴注射了神秘药剂 可伴随着基因的改造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男人的嘴里突然出现奶嘴 眼看蟑螂人就要闯进来 男人立即俯下身体 紧接着下一秒 塞帮匪夷所思的变大 瞬间一发火焰弹 朝着这些蟑螂人射去 而男人坐在装甲车后 掩护队友撤退 伴随着高温不断的燃烧 面前却出现蟑螂大军 眼看前后都是不满的敌人 这时装甲车竟直接开进蟑螂群里 而变异人丝毫不肯懈怠 可就在冲出蟑螂群时 变异人还没来得及休息 只见他再次鼓起嘴巴 火焰瞬间射出 可这时装甲车里的女人却发现 不远处正有第二波蟑螂人快速逼近 于是女人二话不说注入变异要紧 紧接着另一名同伴紧随其后 而他们要挡住蟑螂人的攻击 只见蟑螂军团正在眼前 这时男人再次喷出三位真火掩护队友 随后两名同伴立即摆出抵御的姿势 并观察着这些蟑螂人的一举动 随后装甲车快速冲入蟑螂群内 然而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 险些让他们喘不过起来 但他们仍拼尽全力冲出蟑螂军团的阵型 下一秒装甲车开始原地倒飞起来 瞬间女人也被甩飞了出去 而这剧烈的疼痛还没让两人反应过来 伴随着装甲车的不停翻轨下 所有同伴都顿时陷入了昏迷状态 可这时装甲车见到没有驾驶员 竟开始自行启动运行模式 殊不知还有人没有上车 等女人冲昏迷中醒来时 不曾想一群蟑螂人 正朝着他们缓慢迅速走来 懵逼的女人有点懵逼 她知道一定会被蟑螂人玩弄致死 只见一只蟑螂人迎面走来 见到面前秀色可参的女人后 竟挥出大手直接把女人送去西北 紧接着又一名女人旋即就变成肉饼 蟑螂人还不忘再补上一脚 可这一幕立即惹怒了男人 见到心爱的女人被杀 男人选择继续对抗 但不曾想意外发生了 蟑螂人到底有多可怕 得罪他们只有一个下场 这时蟑螂人突然闯进军事基地 而变异人立即启动开关 紧接着下一秒 将没进来的蟑螂人困在外面 随后变异人操控设备 把基地内的氧气全部排关 而这些刚进来不久的蟑螂人 立即喘不过起来 紧接着变异人必须要在氧气排关前 将这些蟑螂人全部处理掉 只见这些怪物已经站不稳 变异人玄机给他来个左勾拳 但他也快要喘不过起来了 瞬间倒在了地上 然而就在同伴赶回来时 竟发现蟑螂卵正在被运送到地球上 不曾想这些蟑螂人正在守株带土 他们不仅会用枪 甚至用手机和暗处里的丧镳进行沟通 原来这些人都是地球上的死刑犯 而他们获得能变异的药剂 表面上是除掉火星上的变异蟑螂 殊不知这是鬼子在研究的生化武器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将这些蟑螂带回地球 并且统治地球 然而这时男人根本不甘心 直接注射药剂变成一只大黄蜂 突然这些蟑螂人立即开枪 只见飞行的子弹竟被男人快速抖 紧接着他下一秒原地跳起 并伸出道次 变成大雀风的男人异常凶狠 一旁的女人见状立即注射药剂 瞬间变身成一只蝗虫 在他们的配合下蟑螂人 很快被处理差不多 然而几人不知道的是 这是丧彪的吊虎离山之计 他们真正的是将二代蟑螂卵带回地球 而丧彪准备把蟑螂的基因 和人类的基因结合 以此来变成地球上最强的生物武器 可突然蟑螂卵竟开始孵化 下一秒直接变成成年的蟑螂宝宝 女人见到情况不妙 立即给体内注射变异药剂 而她的变异能力是能通过毒素 来控制这些蟑螂人的行动 可伴随着毒针的拔下 女人却惊恐地发现 这两只蟑螂人已经再次进化 早就摆脱他们的掌控 而这一幕被身处暗处的丧彪发现 殊不知此时的火箭已经开始发射 这时蟑螂首领剑撞 毕即用声波来告诉手下离开这里 而这些蟑螂剑撞纷纷扇动着翅膀 开始全部都沾附在火箭上方 准备一同前去统治地球 然而飞船却突然出现故障 近开始原地下降 等蟑螂大军准备前去查看时 不料眼前出现三个人类 随后首领一声令下 准备将他们全部抓起来 可这时三人直接将变异药剂注入到体内 下一秒他们竟全部发生了变 见到手下已经倒地 这让已经发生净化的首领立即上头 直接给男人迎面送上一拳 只见他的速度已经超过人类 女人想要上前对招 却不料被直接抓住钳子 下一秒瞬间被折断 不出一回合就领了盒饭 紧接着蟑螂人朝着男人继续挥去 可见到对方无敌的姿态 男人再次拿起变异药剂注入到体内 接着原地轻轻一用力跳起 可就在他嘚死时 不曾想被一拳直接撂倒 见到同伴身处劣势 另一名队友朝着体内继续注入药剂 下一秒直接将面前的小卡拉送去西北 然而此时男人见到队友帮忙 旋即再次爆发出力气 准备将这些蟑螂人全部解决 殊不知这彻底惹怒了完成进化的老大 但老大却没有正面硬底 而是准备用人海战术取胜 只见男人原地起飞 下一秒将加强变异的药剂再次注入体内 而这些蟑螂人立即飞了上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但全部都被男人轻锋感 然而就在男人力气用差不多时 却被身后的大狼头直接敲晕 可这时男人却冒着不能变回去的风险 竟再次往体内注射药剂 等他冲上前时 不料下一秒男人的腿就被折断 疼得他顿时倒在地上 正当一名蟑螂人想偷袭时 好在男人的同伴赶了过来 而此时蟑螂老大见到机会已经来了 于是二话不说抓住迎面袭来的利爪 在男人一脸震惊之中直接将爪子折断 但男人却不肯服输 竟再次轰出拳头 可这不同不痒的攻击 让蟑螂老大以为是挠痒 当即一脚飞踢将男人踹翻 可正当他准备伸出手 将面前的男人解决时 不曾想的是 一只蝴蝶却突然出现 男人见到这竟是自己的同伴 就在这些蟑螂人一脸懵逼时 蝴蝶偷偷地在他们之中散上粉末 可这些蟑螂人却根本不知道 稍微一点火就会引发爆炸 而这时男人知道离开的机会来了 于是立即冲上前抓住女人的身体 可下一秒蟑螂人直接扣动扳机 最终这些怪物全部消失 影片也至此结束